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邀请特定的人物 或者是回顾新闻的议题 或是把一些重要的事件重新整理 让我们再看这些事件 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可以看门道 让我们对这些事情可以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大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例如说捐款来支持我们做这样一个独立的媒体 独立的节目 今天节目其实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是在新港嘉义的新港陈锦黄医师的诊所 我们要跟他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新冠肺炎 但是新冠肺炎好像在台湾每天的电视上面 你都看到很多很多的报道 可是呢 谈新冠肺炎有一个东西我们恐怕不能够忘记 就是社区防疫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恐怕这些都是要特别关注的地方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来接受访问 谢谢关老师 对 谢谢陈医师 那我想先请教陈医师的一个问题 就是您怎么去看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发展 特别是我们看到当这个新冠肺炎 疫情产生之后 很多人都感到恐慌 那您在新港在一个相对之下比较乡村的地方 民众刚刚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他的感受或者他反应是什么呢 我想基本上他是一个新型传染病 他是一个RNA的病毒 那全世界所有的人 当然现在已经大概一亿多受到感染 就是这个病毒刚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大家都没有免疫力 因为对我们来讲 他是一个新的 完全没有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害怕的一个原因 那虽然他的致死力不是那么高 比一般的流感高一点 但是因为他 除了他是新型传染病之外 又加上他的传染的方式 传染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最怕的他是一个没有症状 就会感染 我们以前SARS的时候发烧才有感染 那这个病毒是他的传染性是在产生症状之前的两三天 所以他是我们可怕的地方之所在 那这个也是我想这样一个新型传染病已经在台湾一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最近新港也发生了一个我们的台塑厂有一个丹麦来的技师工程师 然后他后来确诊 然后他在那边有跟大概十几个左右 大概将近二十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台塑的员工有一起开会 那里面当然有一些是住在新港 所以碰到这个事情大家非常紧张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去年大概三四月左右 我们已成立了一个社区防疫行动委员会 就以新港相对 就是我们新港相长来主导的一个社区防疫的行动委员会 那我们马上开会 当天知道我们马上开会 当天就知道马上开会 那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套的我们所谓的标准的座位的程序 我们跟比如说卫政单位 设政单位 大家一起已经有一个建立一个共识 所以我们其实这一次是比较不那么紧张 那当然比较紧张是去年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在去年一整年的这个防疫期间 新港其实早就已经非常的未雨绸缪 或是这个超前部署 特别是在社区的部分 那让这个刚谈到在新港一旦发生 这一个丹麦祭司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相对之下比较这个冲容 比较容易去防治它 也没有让它很快速的破散 我们有标准作为程序 就是在那个当下我们我们当然要先从它的可能的一些接触 从我们的卫政我们就开始做比较深入的那的一个追踪 我们叫疫情的疫调 疫情调查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繁静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导之下 它的指挥 直接的指挥之下 但是我们香港透过我们的社区防疫行动委员会 我们更能够把政府的 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些指示 我们尽快的落实 比如说我们奉天宫也好 我们这些人比较积极多的地方也好 我们比较有高风险的地方也好 比如说我们的老人 我们这些比较万一有受到感染 产生这个比较严重的变发症这些 我们马上有一些的动作 这个就是让我们 因为我们有动作 我们有超前部署 所以我们的恐方 所以管老师你再提 这个恐方就可以减少一些 这里提到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说 在我们看到在台湾 有关于疫情的相关的报道 或讨论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整个焦点释放在中央 在卫福部 在陈时中部长的身上 那的确我们的很多的防疫的工作 都跟很多地方比起来 很多国家比起来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你刚刚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新港像是一个乡村 那其实即使是乡村 每个乡村都会有不同的 特色人际的网络 它的所谓的产业的结构 它的人际的互动的方式都不同 从只有我们 只有看到在中央上面的一些表现 可是这些中央的这些指令 或是中央的一些防疫的做法 如果要到每个地区来 所谓的真正落实的话 那因为我们现在 比较没有扩散出去 可是如果万一 真的有一天扩散出去 每一个区域 它应该怎么去应应 这样的一个做法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种 碰到这种大流行的时候 这种世界的大流行的时候 其实中央指挥中心是最重要的 它还是要贯彻 要一起就是 它所有的动作就是在整个 这样指挥之下 然后结合全国的力量 这个是我们必须做的 但是毕竟由上而下 从中央来看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 由下而上的看 看得不太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 推社区防疫的一个 很重要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要由下而上 看到政府不足的地方 如果只有从上而下 会不会有哪些是不足呢 比如说它不知道我们哪里有 我们所谓的Houseball 那个容易感染的热点 我们比如说我们 你要贯彻 要贯彻这样一个防疫 我们要contactation 然后要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的时候 那这些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怎么把它做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怎么结合社区的力量 然后来帮它 因为它关在家里 它要吃 要食衣住行都要考虑到 那这个不是只靠 这些防疫的卫政的人 这些消防的这些 他们很辛苦的这些同仁 我们必须整个社区 还有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凝聚大家的 这样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说 这个社区防疫 是大家的事件 我们怎么来减少 我们那个stigma stigma就是我们的标签化 不明化这个事情 这个必须要大家来的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 就是说怎么改变社区的观念 然后我们他们被隔离 被限制他的自由 是为了整个社区的安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来相辅相成 相互勉励 然后牺牲他自己一点的不自由 换取整个社区的安全 那社区能够用一个 比较同情的 比较接受的这个眼光 来看这个事情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 在谈社区防疫 我们谈游客上的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刚刚你提到这个污名化的问题 当然我们会觉得 不要去污名化 但是实际上面 我们对于这未知的事情 是充满着恐慌 然后充满着害怕 然后在过去在传统上面 我们对一些特殊疾病的人 通常也都会觉得说 这个是应该怎么做 那这个实际上面 不管是恐慌也好 或是传统的观念也好 这种要降低污名化的 这种做法 在食物上面 他可以怎么去做呢 这个恐慌本来就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人 自死以来 就有的一个心理的反应 我们以前 我们之前1998年 在面对长病毒的时候 在2003年 在面对SARS的时候 其实这些现象都出现过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谈社区防疫 更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透过我们大家的一个了解 那透过这个整个社区的这个共识 那这个共识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减少 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大流行 不能只靠政府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有这个心 那大家一起来思考 一起来面对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污名化 而且在这个 我们在做超前部署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会知道 他万一不幸得病 其实他是为了整个这个社区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样的一个不幸的这个状况 那如果能够大家有这个心的时候 有这个心态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降低的 而且我们可以用比较同情的接受的 更重要像一个用爱的 那个感觉 用爱的这个角度来看待 这些被隔离 被检疫的这些人 我们知道新港在整个台湾的社区的类型当中 算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特别 或者比较成功的 因为您在很多年前就开始 在透过艺术下乡 文化下乡 或者是所谓的新港我们叫基金会的成立 你也是这个创办人 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社区共识的凝聚 会不会是跟你们长期一直在关注社区 一直在做这些所谓的社区工作 所谓的社区意识的凝聚是有很大的 当然有关系 当然因为我想我们谈到 就是所谓的一个共同体的感觉 那台湾因为我们要碰到 比如说我们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那大家人机几机 人秘己秘 那个同理心 那个爱心就出来 我们是用那个来转换整一个 我们叫做社区生命共同体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来做很多的 社区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新港我们从1987开始 比如说我们碰过 在1995年的时候 我们碰过那个台售的中阳厂 它的一个污染的事件 然后我们前乡来围长 那其实我们重点是希望台售可以做好这个空气污染 这个减少 而且它可以把那个汇 那个没有作用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污染 可以做更特色的处理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整个台售以新港当成一个家 这个家就是它的社区 它台售把新港当成它的自己的家的这个感觉来经营 来面对这样的污染事件 那这样就可以 大家可以好好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COVID-19也是 我们社区防疫也就是说大家就用我们一个团结的心 用一个爱心 用一个同理的心 用一个人积己积 人逆己逆的事情 这个概念来面对这些被隔离的 这些万一不幸甚至被染到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面对了相同的这样一个风险 但是如果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那个所谓物边化 当然就会减少 就会无形中就消失掉 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那这个共同体我是觉得 可以帮忙我们来面对很多的社区的一些生存的挑战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大流行 我们可以把它整合 就是我们团结所有的力量 发挥我们的爱心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大流行 不过从新港的经验 或是跟其他我所知道社区的经验来讲 我们知道当这些开始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都会希望社区包括关怀据典这些 都要去停止相关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停止的概念就是你们都不要出来 都回到家里面 可是你的做法其实当然也是要去做某种保护 可是不是说就是回去了 然后不要出来不要相互的感染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站出来 我们怎么走出来 然后一起去合作一起去爱彼此 就是说问题就是说你要这个长辈不出来 那问题在长辈谁去关心他 他家里的时候 随去关心他 没有饭吃的时候随去送餐 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随去帮他 比如说陪伴就医这些事情 你不是说我今天不让你来社区官来据典 这些事情就不发生 不会的 还是照常会发生 反而会加速这些长辈 因为他独居在家里更恐慌 甚至他本来有的可能有一些的慢性病会更严重 更发生其他的变化症 所以这个是等于就是你那个寄荐式的等于就是你把头 头鸟式的不看待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他原本的这种所谓的慢性病甚至某种已经很孤单 寂寞的那种心理的状态 那才会更恐慌 当然当然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们当然我们有一个素 我从去年大概快两年我们有一个素颜 我在我的一个地大概400平提供给我们这些长辈 然后我们当然我们本来大家在那边聚餐 大家一起共餐 但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community的可能的感染的时候 我们就不在那边共餐 但是我们准备要换 他再带回家吃 但是他还在这 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互动 可以彼此关怀 有恐慌的时候可以讲出来 大家一起来分担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可以 在大家我们所谓的政府 禁止这些参加据典的时候 我们换这个方式 可以帮忙我们的长辈 得到一些支持 特别在心理方面 然后他这样一个来回的时候 他也可以增加他的运动 那有人关心他 有人照顾他 特别吃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才有办法健康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比较被动保守的限制这种据典 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是对长辈来讲 健康是没有好处的 这是一个你刚刚谈到的爱 就是爱就是要人跟人实际的这种互动 关怀要能够感受得到 不过我想新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宗教圣地 就是我们在陈医师的诊所的旁边其实就是非常大的奉天宫 哇这个常常也不是在这个特定的节期的时候 在一般的状况其实人的很多 那其实在去年也发生一个台湾很大的一个宗教的这个大甲妈祖绕境 那这个其实在当时在社区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台来讨论这个当时的这个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 陈医师跟新港这些的朋友们怎么去回应 这个非常大的人潮聚集的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嘉义新港文革基建华 做了一条这红业的武器 还有自己要守租的美国有哪里提到 这个嘉义管政府会专门推赦 嘉义管政府一直主管团队与中部的实践 新住民 做会跳到红业的舞蹈 简单 好奇的动作 又加上宣度 守租红业的保守 嘉义管政府 要提供行为 宣度红业的新运动 这样在一起可以动一动 非常的心情愉快 政府在这个宣导的当中 都是只有国语版 客语版 但是没有闽南语版 所以我就把这个 刮水岩 洗手脚起工 要吃吃营养 要再来 就是要稳动 把这个元素都融到这样子里面去 这首红业的武器 并不是新港 文革基金会 以社区红业概念 计划水岩要让社区的中央跟小孩合适 推动社区防疫的修订医生丹金峰 表示 防疫的卫生管理 不是算多一两个就有效 必须配合社区的风气 用生活的方式才能达到效果 但是金峰医生这一桌 目前台湾社会还没发生大规模的社区团业 但政府和台湾的医疗系统 都要把时间建立完整的工作流程 同时社区第一线的基层医生 治疗风亿的选斗 也要交由民族面对这边的台湾 不能让今天兄弟心态 贴刷社区人跟人资金的关系 记者 林卫庭 加以报道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总翔 今天在新港的陈锦黄医师的诊所 来跟大家聊聊社区防疫 陈医师你好 你好 管老师你好 大家好 陈医师其实除了是一个 他很知名的小镇医生之外 其实新港文教基金会 还有北战跟国策顾问 在台湾很多重大的灾难 包括像921地震的时候 或者是2003年SARS的时候 其实陈医师都非常投入在 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制度的重建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防疫 防灾的工作上头 那我们刚刚看到 在中间休息这一段的影片 其实是新港文教基金会 他们拍的有关社区防疫的 一首防疫的歌曲 然后我们看到有老师 有居民 有小朋友 然后也有县长 也都一起在这里面唱歌 包括我们的 我们叫新住民 新住民 对 为什么会有这一部片 这部片拍起来很可爱 然后这个歌曲 也是不断在用一些 朗朗上口的方式 来提醒大家防疫的重要性 那是我们一个 王校长退休的王建文校长 我们麻烦他来改编的 而且其实我们也得到 那个唱片公司的授钱 那这个 这个反正重要就是说 我们新港是一个老化 严重的地方 这些长辈呢 其实事实上也跟我们传播很有关系 就是说他政府的很多的电视 报纸 其实他们很难接触到 因为他们基本上对国语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比较不懂 所以你要怎么把这个防疫的知识 特别这个什么洗手啊 这个保持社交记忆 戴口罩这些事情 转范成他的日常的生活习惯 这些长辈 所以我们后来想一个 是不是用一个歌 我们教这些孩子 在学校的这些孩子 那孩子回去跟阿公阿嬷 一起来跳这个防疫的舞曲 所以我们用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我觉得后来 也得到我们嘉义县的议长的支持 然后我们推到整个嘉义县 那很谢谢我们翁县长 也来一起来推这样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那这个等于就是 前嘉义县的各乡镇的 我们从工部门到教育部门 那从学校的这些同学 那回到教这些他们的长辈 那一起来跳这个防疫的舞曲 那当然很重要的 除了这个防疫的这个行为 这个戴口罩洗手这些以外 我们还是强调要提高我们的抵抗力 这个事情上面 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到说 中央有中央的做法 可是回到社区 回到地方他有地方做法 因为他的对象 以及这个群体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接收讯息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 所以例如说中央大家都会 透过大众媒体或是网络直播 可是回到一些比较乡村的地方 歌曲朗朗上口的音乐 反而是一个很重要 要去这个所谓的宣传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新港 其实不只是在看到 这个社区营造做得非常的成功 它其实在台湾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教的圣地 比如说新港奉天公 然后这个每一年的 这个大甲妈祖绕境 都是一个很重要 要来拜访的一个据点 但是其实以去年的这个疫情 非常紧张的状况底下 当这些大甲妈祖要绕到这里来 这件事情在讨论 其实就引起了很多 不同的意见 以及不同的看法 您当时是怎么样去回应 这一件事情的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年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考验 特别是谈社区防疫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已经发生了 韩国的新天地教会的 我们叫Super Spread 就是超级感染者 那大陆它已经封城 然后它有一个 我们叫做百步亭 一个它要万家宴 那因为大家记在这里吃饭 然后造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感染 那因为有这两个事件 这个新天地教会 它是信徒传染开的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大甲马祖绕进新港 是十几万个 记在新港的街面 那一起来举行祭典 人跟人的祭祢 几乎是没有 应该会有安全距离 完全没有安全距离 那如果万一不幸 因为它会经过彰化 当时的彰化是一个 那时是一个比较多的 个案的地方 那会经过彰化 如果说我们这个 这个进乡的这个行列 这些信众里面 万一有一个受到感染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且我们不可能实名制 所以当时大甲马祖的副董事长 郑副董事长 他坚持要做 那政府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 好像不敢讲太重的话 他只能说道德欠手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 不能光靠政府 你政府在那个时候 不敢下令我们大甲马祖 不到新港绕境 进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只能靠我们在地的社区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清楚 这个风险 我们因为新港到了三十几个地方 招待十几万个乡客 免费共餐 那个在吃饭的时候 不可能戴口罩 那个就很像大陆的 这个我们叫万家宴的这个状况 还有在祭典的时候 就好像很像韩国的新天地教会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 信徒跟信徒之间的这个互动 其实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很可能造成传染的一个很高风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筹备会的时候 我就当场就把我的这个优理 我提出了五点 大概两个最大的优理就是 这韩国这两个例子 然后得到我们相亲的 大概百分之八成九成以上的这个支持 那当时中央还不敢下令说 你大家不能到香港来绕境进乡 但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相亲 有这个几乎全面的反对 所以大甲毛子到香港来 才把它挡下来 那后来当然蔡总统他也说 这个就职典礼我就取消了 给我们这个大甲那边很好的下台阶 一个很好的下台阶 然后才终止 才没有让这个可能的风险 因为那时刚好彰化我们第一个 那个死亡的案例在那边发生了 所以其实大家人心惶惶的 那如果一二十万的九天八夜的这样一个行程 而且大家一起坐车的 那一起住的 然后一起拜拜的 这个过程里面太多的风险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去年 这个社区防疫新港 我们在地的相亲 我们的团体 我们各个团体 大家其实是一个 打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场仗 那这个也是证明说 这样一个大流行 靠政府 完全靠政府是不足的 因为当时 陈部长他不敢说 你这个大直接下令大甲毛主 你不能来 也没有 也不敢讲这一句话 后来是靠我们的相亲 我们在网路上在民间的大家串联起来 才把这个事情挡下来 不过说实在 为什么我不敢去说阻止 他其实应该背后两个很直白的原因 一个就是 大概就是所谓的政治的 这个所谓的力量 这个权利的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商业的利益 那这两个 其实在台湾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这两股的力量 是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让很多事情都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 您在做这件事情不会有压力吗 那其他的相亲 其实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我想已经试过敬歉 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讲太多的内幕 但是就是说 刚好 就是说刚好我们的相亲赶站起来 刚好我们的相亲团结起来 我们有八成以上的相亲 反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才有办法靠民间的力量 靠社区的力量把他挡下来 这个我想是 目前我们只能这样一个讲 当然这几个金钱类的 这些政治的因素 我想台湾就是很麻烦 就是我们太多的这些 会模糊 模糊这些示灰 因为很明显的 它就存在了太多的风险 但是大家因为政治的关系 就忽略了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做 社区防疫 在做全国大型的防疫的时候 必须要学到的一个经验 这其实是很不简单 而且能够透过这种 你一直在强调一种 由下而上的力量 有这么高比例的相亲去支持 然后去面对 这个可能有形无形的 这种政治或是商业力量 我觉得这是一些很难能可贵的事情 因为我当时每天都有一些脸书 那后来我发现我的脸书引用了 好几千个人一直转载 所以大家普遍的大家有这个共识 那不只是我们新港相亲 因为新港相亲勇敢讲出来 我们一些专业团体 医师啊 各个不同的专业团体 都站出来一起支持说 政府应该更强硬的 不让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后来我们蔡总统才提到 我们就职典礼 我还是取消 让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以顺利严满来解决 您刚刚一开始提到说 其实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 一个疫情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我们在做社区防疫 也不是在单纯的阻止 这个疫情的扩散 它其实有更大背后一个思考 可能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跟环境的关系 您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来去看 社区防疫这一件事情的 我觉得人类文明的进展 很多是在这个大的灾难之下的 才慢慢一步一步来修正 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 我们以前碰到那个微型干年 我们大家就开始讲说 我们是不是 我们尽量用免洗餐剂 这样的一个 然后我们尽量用公块母食 这样一个卫生的习惯 那我们以前会结合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随地吐痰这些事情 那这一次的武汉会员 这个COVID-19 其实它是告诉我们 它是无形无中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团结 我们必须要做好社区防疫 必须做好大家社区的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地方 在每一个时间 大家落实这个防疫的工作 我们要把这个社区 生命共同体的力量建立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 大概是我们这一次COVID-19 我们最重要的教训 那这里面就是 我们设计要做什么 我们设计是要做 我们所谓的共生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COVID-19 一个很重要原因是 我们人吃 我们吃 然后破坏了这些蝙蝠的寄生地 然后这个病毒 逼得它从蝙蝠 跳到其他的物种 比如说可能是猪 可能其他的物种 原来它可能是属于蝙蝠的 蝙蝠的 但是因为被破坏了 它已经几千几万年来都是 生活在蝙蝠的这个身上 然后因为我们吃了这个蝙蝠 所以逼得它 我们拿蝙蝠来市场卖 然后这个病毒才从蝙蝠跳到猪 然后从猪跳到人的身上 所以它一直我们叫spear over 一直在跳 一直在演化的过程 那这里面追根究竟就是 人太贪吃 人一直无穷无尽的破坏了 我们万物的 它的生存的 它的反正 所以我们今天谈社区防御 其实更重要一个理由 就是说 我们怎么让台湾这个地方 我们因为COVID-19 我们学到一个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 我们要尊重各种物种 我们要达到一个共生的社区 这我想是更积极的意涵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也是我一直这段时间 来努力在做的 就是我们希望这样一个 共生社区的概念 能够大家来支持 然后让 因为COVID-19走了 搞不好几年以后 又一个新兴的传染病 我们2003年6月的时候 台湾SARS突然结束了 那今年后来又有MERS 然后现在又有这个COVID-19 那它新兴传染病 没有一个人说 它不会再发生 一定会再发生 所以这里面就是 这一次的COVID-19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就是我们要回到社区 要回到社区的 生活共同体这个角度 我们要大家来思考 万物各得其手 我们不要 人类不要再破坏 它的生存的环境 我们尊重 尊重这些万物的一个 一个制止的生存 那我们尽量 想其他的方法 来维持我们人的这个生存 但是我们 把对万物的破坏 减少到最少 那么我们才有办法 让这个社会 整个地球 来永续的一个生存下去 所以其实 在这样的一个疾病 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这一种感染 扩散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应该要反省的是 人跟这个所谓的环境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您自己在做社区工作这么久 我们也看到 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还是回到这个社区 人跟人之间 人跟环境的关系里面 去思考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 在一个疾病科学上面的讨论 不是只是诊断治疗而已 我们希望从医防的角度 那从整体的社区的 未来的生存的角度 那我们也检讨 我们这几年来 为什么会 2003发生这个事 那后来又有莫子 又有其他的 那2019年又开始 这样的一个 COVID-19的这个发生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的 那这些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 我想以一个医师 我走出我的诊所 跟社区的 一起来工作的时候 我们在推社区防疫的 概念的时候 是要回到更核心的问题 不只是在治病而已 我们了解这个病的原因在哪里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及早介入 我们观念是不是可以改变 那这些改变 是不是可以帮忙我们 把这个生存的环境 我们这个生存的社区可以更好 更能永续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可以继续不断地 在地球上各地快乐地生活 我们最近看到美国发生这个 连特朗斯 德州 就发生那么零下十几度的 这个不可能的 是百年来的一个记录 这个是什么 极端气候 那极端气候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欧阳化碳太多了 浓度太高了 那这些东西是会返路发生的 全球是一体的 不可能谁没有办法 置外于这样一个生存的大环境之下 这样一个我们叫biofree 整个地球这样的biofree之下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 COVID-19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我们要尊重地球 要尊重我们赖于维生的这个大地 我们希望这是COVID-19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来反省 我们怎么来跟地球的各种生命 来和平相处 我们来达到共生的最终的目标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人类的这个医疗技术 科学技术似乎是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好 可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疾病 也是一波一波的一些未知的状况 一阵一阵子一阵一阵就是涌现 那其实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能不能够在每一次的 这种所谓的人类所面临到灾难当中 去反省人跟自然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刚刚谈到非常重要一个共生的概念 一个所谓community 一个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 因为人跟社会人跟人 人跟自然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来接受访问 那我们在今天的讨论当中 有很多的收获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谢谢